那么我现在就开始了,我把这个video打开 现在我打开video以后呢,大家就能看到我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用zoom 这个用zoom呢,大概只要这个网络比较好的话 大概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的这个头像都能够选择出来 那咱们开始啊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第十四章,试探 在这个,开始以前我想讲点感想 我的感觉啊,读了这个魏林登堡的一部分书,我读的还很少真实 就是天堂地狱读了两三遍 这个,现在这一本书呢,正在读 一边读一边一边,当然参考这个,两个版本的英文 能帮我理解的更多一些,更细一些 我的感觉这本书啊,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这本书 它就像是那个天堂奥秘系列的书卷的一个折要 它把里面那很多东西都折出来 很多那个神述后面都加上很长的那个,那个章节的那个号 这样我觉得呢,他就是等于把他那个写的那十二件书 重新把它整理一下,把它折出来 这个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瑞登堡的这个整个作品呢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真是写得太好了 好就好的呢,他把许多的人间 不可能想到,理解到的属灵事物清清楚楚地交代给 每一个有幸读到他的人 使我们能够从这样的层次了解 这些发生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事儿的来龙去脉 前世今生,以及细节的过程 现在这一章描述的呢 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啊 就是一个十分规整,严格 甚至是可以说有些庄严的一个试探 我把它叫做一个大试探 读了这个描述呢,我们也许庆幸,也许遗憾 庆幸的是,我们这样的试探 我们可能还没有遇见过 遗憾的是,瑞公描述当今之事 这样的试探已极为罕见 我们也许没有资格遇见 那么我们还有没有资格重生得救呢? 当今之事 能够进入这样大试探的是哪些人 这是因为他,瑞公说,能进入试探的是极少的人 我想可能就是,主要就是牧师群体里的人吧 因为他们在属灵的这个角度啊 在拯救世人方面,他们承担的责任更重 他们一旦走错了路,或者领错了路 他们所需要承担的这个责任啊就很重大 另外他们所经历的,所面对的人生的问题 可能比其他人更尴尬,更困难一些 但是呢,我的个人感觉啊 这样的大试探是一种试探 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 我觉得我们各种各样的 不算大试探的试探也每个人都在经历 各式各样程度不一,内容各异 不管怎么说吧 不管我们过去,现在,未来 什么时候经历试探 今生有没有这样的试探 学习这样的知识,做好准备 在试探来临时 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 不至于茫然无知 而能不慌乱,从容应对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的内容则要 这个,这一章啊 我觉得它那个前后两部分 等于是,怎么说呢 有点重复,有点啰嗦 就是前后,这两部分 讲的实际上是等于重复了一点 如果把它重新组合了一下 内容总的来说就是这样 这样几个问题 试探是什么 试探的缘起,试探的过程 试探的结局,试探的意义 最后讲一下主为拯救人 而承受试探 第一个试探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邪灵和善灵 与他同在 邪灵在他的邪情恶欲里 善灵在他的良知善意里 只有正在被重生的人 才经受灵性试探 此时邪灵挑起人内心的邪情恶欲 而善灵在鼓励他坚持良知和善意 良者争夺主导权 导致冲突和征战 产生人的内在焦虑 这就是所谓的试探 显然试探不是被天堂试探 而是被地狱试探 我们知道上帝不试探任何人 灵和天使与每一个人在一起 他们在人的思想情感里 如果灵和天使被移走 人就不能存活 因为通过灵和天使 人与灵界交流和联合 人没有这些就没有生命 这种话如果要是说给那个不信上帝的人 他根本就不理解 怎么好像我们的人 就好像像木偶一样的 后面有个力量在 在支持着我们 在走着我们 我是觉得从这个 现在的科学发展的这个发现 这就是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一点 大家知道 宇宙大爆炸的一个学说 大概在137亿年以前 整个这个宇宙是从一个无穷小的起点上 经过一次剧烈的爆炸而产生的 在那个瞬间 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面 宇宙以极为高的速度 那个光速感 简直就根本不在话下 那光速就太慢了 极短的时间里面 以极高的速度产生了宇宙 而且那个宇宙还不断的在膨胀 那么137亿年以前 一无所有 所有的物质都没有 谁产生了这样一个宇宙 只有我们的主上帝 那么我们从这个现象就可以理解 这个宇宙大爆炸 现在已经被非常多的证据已经证实了 这个现象可以说已经无庸置疑了 虽然有的人还在那挑刺什么的 但是很多很多的科学证据 已经证明确实有这么回事 那么这个有多大的能量呢 我们知道S的智能互换定位 E等于MC平方 这个有多大呢 每一公斤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物质 质量为一公斤的 只要它全部的原子能被释放出来 大概要等于一千万吨 TNT爆炸和释放出来的能量 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宇宙有多大 有多少物质 它有多大的能量 所以说呢 整个我们所有的物质世界 物质这些东西 全部是由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这样的人 虽然我们看一天宣活 一天到处在走啊 活动啊 但实际上真真正正的 这个创造天地的主 他在后面是力量的源泉 是物质所有的东西的这个创造者 他也一直靠他的能力 他的能量 来支撑着我们 所以有那么一句话叫做 存在就是连续被产生 这实际上还是瑞公的话 我对这句话反复琢磨了好久 我完全认可 真是这样 一公里物质 大概等于2100万吨 不是一百 一千万吨 2100万吨TNT炸药所 爆炸和产生的能量 那么来自地狱的灵 在人对自我的爱领 而天使呢 位于人的生命的终极目标上 他既是人思考 意愿和行为的出发点 也是目的地 我觉得呢 这句话的理解呢 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 来自地狱的灵 那个都是小架子器 他只找眼引导人 或者诱惑人去找眼于鼻子尖底下那点事 根本不会让你去有什么远大的理想等等 而天使呢 他是引导人 让人走正路 让人注意那个战略性的方向 让人知道人生路应该怎么走的 是应该怎么样做人 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世界的 所以他在人生命的终极目标上 所以我们如果认识到了这个目标 我们就会以它为起点 以它为目标 既是我们动力的源泉 也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能够经历试探 既是幸运的 也是危险的 因为幸运是因为你已经进入了重生 离天堂近了 危险呢 是因为此时你正位于天堂和地狱的分岔路上 或者说你这是你此生离地狱最近的时刻 灵性不坚固 纠缠于凡尘亡念中舍不得放下的人 结局可能是不幸的 更为危险的是 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因身在此山中 大多数正射身险境的人可能茫然无知 分不清分解在哪里 这虽然可叹 却也是很普遍的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虽然经常提到试探 但没有人具体地讲有关的知识 我们无法理解正在经历的事实 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们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有幸能读到顾瑞公的真知 使我们在这深处尘世 眼不明耳不聪的人 能领悟到这属天的宝贵知识 试探的源起 试探的过程中 有两股力量在交接 一个就是内在的力量来自主 另外一个是外在的力量来自地狱 人位于这两者两者力量之间 也可以说试探是内在灵性之人 与外在属世之人之间的一场征战 具体地说就是发生在内在 人的内在和人的外在之间 彼此对立的兴趣之间 内在之人他注意的是 就是这个灵性的活动 属于这个来自于上帝 来自于主的这种真理 这种爱 外在之人呢 他由于人体的身体的管干的限制 他主要的兴趣就是这个世界上的 这个东西 所以说呢 是这为内在之人和外在之人 他们彼此对立的兴趣之间 发生了这场冲突 由于这两种兴趣不相容 导致征战 与世界上 征战的核心是主导权的争斗 关于外在的力量和外在之人 我想主要和我们的肉体感官有关 也就是说 地狱的力量主要是经由我们的感官 在败坏我们 老子说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使人耳聋 五味使人口爽 持称甜脸 甜脸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 令人刑访 意思就是说 缤纷的色彩 看来就会让人两眼昏花 欢乐歌乐欢动 喧哗不已 听久了就会让人耳聋 耳聋 不失聪 山珍还会吃多了 反而使人胃口病伤 而厌恶饮食 驱马奔驰 唯补甜脸 时间久了呢 会让人心智狂乱 而重情放荡 贪求饱物 而不知满足 时间久了就会让人行为乖利 而举度失常 所以呢 试探来自与人相伴的邪灵 邪灵在一个人 与其所爱的良善和所幸的真理之间 置入障碍 极尽所能的催动各种诡诈和恶意 邪灵呢 还翻脚起来 人们曾经做过的那些恶行和经历过的谬误 使人迷失 沮丧 破贯的破摔 所以说 处于试探中的人 离地狱很近 人若不承认真理和良善并渴望他们 他不会遭遇灵性的试探 因为没有属灵和属世的相互对立 因而 没有对主导权的争夺 只有获得一定程度灵性生命的人 会经历试探 不信 不爱上帝 也不爱邻人的人 也不会经历试探 他们也根本经历不起试探 不用说试探了 本来就在这里躺着了 属世的人也经历内在的焦虑 人们会因为世上发生的各种事件而焦虑 通常伴随着精神的忧愁和身体的病痛 这些焦虑和灵性试探无关 他与属灵试探的区分是 属世的焦虑光心的是人间事物 而属灵的焦虑则瞩目在天堂事物上 试探的过程 基本上 这个地方我大概把它简历的归纳了一下 主不试探人 但是允许试探的发生 在重生的过程中 人经历经受不止一次试探 而是很多次 因为很多邪恶和谬误需要被摒弃 如果有灵性生命的人 在今生没有经受试探 在来世会经受试探 一个经历重生的人 在进入试探之前 按照瑞公的描述 在这本书中的描述 开始有一种心神平静的状态 主按照他已有的真知和良善 把他们安排起来 按照这个 主所定规的这个秩序 把他安排起来 目的是呢 让他能够抵制他里面的 来自地狱的邪恶和谬误的 腥风作浪 然后试探来临 在试探中 主在邪灵恶欲 邪灵意欲作恶的地方 导 引导这个人走向善良 试探过后 他又回到气静神贤的状态 试探 至此结束 如果这个人赢得了试探呢 主将人的真知和良善安排 安置在一个新的秩序中 也就是安置成天堂的样式 在试探中 邪灵针对性的攻击人的信仰和仁爱 也就是人的灵性生命 所以此时他的灵性生命处于危急之中 在试探中 来自主的天使 把人守护在他自身的真知和良善中 而邪灵则把他劫持在他原有的谬误和邪恶中 冲突和征战 征战再次产生 多数深处试探中的人 不知道这种试探 这种攻击是来自邪灵 因为他不知道有灵和他在一起 这个我相信今天我和朋友们也在和他聊 坦白讲 包括有一些还研究在很很很很 下过后在读老子读这个道德经的人 还有些这个 这个进佛教的人 他们好像临和我们在一起 这个概念他们完全不知情 我坦白讲 我们如果不读这个瑞公的东西 只读这个圣经 我们好像也并非这件事情 真是不知情 邪灵的攻击有不同的方式 比如通过诋毁的灵流 攻击人思想和意志中的真理和良善 这种事我觉得我经历了大概也不止一次 比如说当年有一个叫孙一英的一个老基督徒 他曾经在文化革命中的时候 因为信仰被投入监狱 在监狱待了好多年 后来到了澳大利亚 到布里斯班给我们宣讲他这个 宣讲这个基督的真理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人非常有 有知识的 他当年曾经给邓小斌做过翻译 接待他的人呢 让我做一个主持 我把他的经历做了很详细的一个了解以后 写了一个主持词 在我准备要用这个主持词以前 大概几分钟 有人在我耳朵边唠叨了这么一句 因为当别人介绍他的时候说 他当年曾经什么 这个邓小斌的翻译 结果这句话 那个人说什么呢 说你既然信基督的人 你为什么这么重视在人世间的那种身份 你的那个地位 这句话 给我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 我竟然把我那个 准备了很好的那篇 介绍这个孙一英的这个讲稿 完全没用 好多年后悟 我说实在话 回忆这件事情 我非常非常后悟 我在这个例子上 我就觉得 当我们用 当我们在人生路上 在这个 在这个 信仰的路上走的时候 不定从哪个方向 不定从哪个角落 突然出来一句话 可能就会使我们 信心啊意志啊 都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那个时候我说实在话 我的信心是不坚定的 所以很容易被别人的一句话 就诋毁了 就影响了 哎 提灵攻击的方式 还有比如说 让人不断的回忆其他 所犯的恶行和持有的思想谬误 从而使人沮丧 淹没 迷失于其中 与此同时 在人的意识深层出现 一个明显的裂骨 阻断于天堂的交流 从而阻断人 基于信心的思考 和发自爱的意愿的能力 以天堂的交流的建立起来的话 我觉得我感觉有一个标准 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 我觉得我 我周围的人也有这样的经历 他们当他们没有信的时候啊 对于这个信仰 他有无穷多的问题 无穷多的问题 当一旦有照一日 他和天堂的这个交流 建立起来以后 所有的问题并没有完 并没有解决 但是所有的问题 被他来说 都不是问题了 这从此以后 当我们在信仰的路上 继续前行的时候 如果一旦邪灵攻击 使我们的意识深层中 与天堂的交流出现了断裂 出现了阻断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问题就回来了 又出现了无穷多的问题 我这样理解这种阻断 灵性试探有的时候 患有身体的病痛 有的时候没有 这个因人而异 因行事而异 处于试探中的人 其状态是不结合污秽的 因为此时人被邪恶和谬误缠绕 他会怀疑良善和真意 此外处于试探中的人 会有愤怒 心灵痛苦和很多不良的感觉 他会怀疑神权 就是说 神是不是在掌权 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世界上 这么多的邪恶 这么多的不公 他为什么不惩罚那些邪恶 那些很多邪恶的人和那些 投机取巧的人 那些人一辈子都寸寸历历的 那些吃苦的耐劳的那些 老老实实做人的人 为什么老是吃不开 老是受受欺负 他会怀疑神权 以及他似乎垂听祷告 因为人处于试探中的祷告 不像以前那样被垂听 人在试探中时 会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咒索的 绝望的时候 人会说苦毒或者泄毒的话 但是主不计较他们 试探通常持续到人出现绝望 这个时候呢 试探也就终止了 一旦试探结束 人先开始的时候 会徘徊在真理和谬物之间 随后真理之光照进 人进入平安 就出现了这种心旷神怡的 这种精神状态 在这个试探里面 每一种试探里面都有自由 主呢根据人对于真理和良善的 热爱的程度不同 把自由在不知不觉中 注入到他的内在 因为一切自由都是爱或慈爱 他以自由置身 人必须以自由置身经历试探 所以要想方设法的努力打赢 而不被征服 如果没有自由 他既没有能力 将一事无成 因为他没有选择权 为什么呢 我理解是 因为这场试探既是政邪相争 也是对被试探者重生资格和进度的检验 如果这个人没有自由 那么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检验 对不对 因为他完全不自由 所以他必须处于自由之中 他才能够选择 在这种试探过程中 真是一念之差 一侧是天堂 一侧就是地狱 你有自由 你有自由 你就是这个 这一念之差 是来自你心灵深处的 你选择了哪一方 你选择了哪一项 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不是自由 那么是他 就不是他了 属灵征战依赖于 来自圣联的信仰真理 人必须靠他们于邪恶和谬战斗 如果他依靠其他任何的原则征战 他都不能获胜 因为主不和他存在 试探中 实际上 虽然我们要去努力去征战 但试探中 唯有主在为人征战 人自己实际上 是无法以任何方式 征战邪恶和谬误 因为那将是对抗全部地狱 除了主 无人能掌控和战胜这个全部地狱 在试探中 人似乎靠他把握的真理和良善的地址 以仍然在作战 谁在说话 能不能mute 把你的 我把你要关起来 所以当时的战场上 所掌握的真理和良善的知识 以及仍然在作战 人因为主在试探中 离开了他 因为这个时候他的祷告不像以前那样会垂听 其实这个时候主离他更近 有这样一个故事 我觉得可以描述这种状态 有个玛丽做了一个梦 梦见她自己走在一片金色的沙滩上 而梦中的此刻 谁也走在她的旁边 从前她是一个人在行走 而信主后 沙滩上开始有了第二行脚印 玛丽知道 那是主与她同行的证明 但是玛丽却伤心地发现 每每在她经历重大难关 人生的低谷时 沙滩上却只有一行脚印 她忍不住对主抱怨 你答应过我 会陪我走过生命中的每个关口 但是我发现在那个时候 沙滩上却只有一行脚印 你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在我身边 这个时候神回答她说 孩子我从来没有离弃过你 当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行脚印 那是我的脚印 使我在你一切的苦难中 背负住你往前行 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点 试探中人应该尽力独立作战 而不是垂手等待饥渴的援助 即便如此 他仍应该相信是主在作战 因为这个试探 不仅是正确象征 而且也是对这个人 他的 他的灵性状态 他的重生的进度的一个试探 所以他应该 既相信主在带他作战 也应该自己去努力去征战 如果人不相信只有主在为他征战并获胜 这个试探对他的灵性是无益的 试探是无效的 产生不了良善 为功德行善的人 不能对抗邪恶 因为他们靠自我的努力去战斗 他们不接受或者不承认主在为他们战斗 通过试探 人如果相信是他们自己争来了天堂的福分 这样的人呢 也很难得救 试探的结局 试探中最关键之处 是良善降服了邪恶 还是邪恶绑架了良善 如果邪恶获胜 属世之人成为主宰 如果良善获胜 属灵之人成为主宰 通过良善 通过试探以后 良善和真理结合 种种真理和良善牢固的植入内心 良善与真理的结合会产生快乐 从而真知信心与仁爱与日俱增 由爱自己和爱世界所产生的一切邪恶和谬物被瓦解 从而人变得谦卑 并且他拥有聪明和智慧 试探使得邪恶和谬物被征服隔离和摒弃 但不是被毁灭了 所以人这个深处 人心里的深处的那些 邪恶的东西 谬物的东西 他不是彻底就不见了 他一旦条件成熟 环境合适 他还会表现出来 通过试探 来自肉体的欲望被克制 通过试探 他人切身经历 并比较了邪恶和谬物 从而 深切地理解了 什么是良善和真理 他还认识到 除了邪恶 他什么都不是 他的一切良善 都来自主和他的仁慈 人突破试探 获得战胜后 邪灵被斥夺了 再次攻击他的能力 地狱不敢对那些 经过试探 并以获胜的人 发起攻击 但是 如果人在试探中投降了 他将陷入咒诅 因为邪恶和谬物成为赢者 属世的人 战胜属林之人 成为主宰 于是这人后来的境况 变得比以前更糟 试探的意义 任何被重生之人 都必须接受试探 未经试探 不能达到重生 所以呢 因为前面瑞公说了 这个好像 按照现代这个世代的 这种整个的属灵环境 已经很少有人能够 能够经历试探 那么又不经试探 又不能达到重生 我就觉得 当然他还有一条 就是说如果今生没有试探 没有经历试探 这个来生还会再经历试探 在天堂地狱里面 大家都读到了 人死以后 先要进到一个中间状态 中间灵界 那个能够有望进入天堂的人 还要在有一个重生之前 还要在上天堂之前 还有一个补习班 你要在那重生 可能不但经历 经历试探 经历试探 使人获得觉悟和洞察 明白什么是真理和良善 什么是谬误和邪恶 是良善取得对邪恶的主宰 是真理获得对谬误的主宰 还会强化真理 使真理与良善相结合 同时粉碎邪恶 及其所生之谬误 是他还开悟人的内在灵性 使外在属世之人 强服于他 从而人的两部分都能面向主 被主提升 同时呢 克服爱自己和爱世界 并克制从他们而来的贪恋 对世界对物质对自己 对名利的这些贪恋 由此人才能得到智慧 得到更多的才智才能 并欲日俱增 主为拯救人而承受试探 因为主是天地的主 是创造整个所有的物质世界的 包括灵性世界的这个 创造主 他的能力 因为他的神性 他不会受试探 因为地狱没有能力 根本没有能力攻击神 天堂地狱里面有这样的描述 不要说攻击神了 天使的大能 天使只要愿意 要惩罚邪灵 邪恶的这些 地狱邪灵的时候 他只要有甚至一挥手 成千上万 那些邪灵立即就会 分崩离析 土崩瓦角 所以说那个地狱要想攻击神 简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因为在 像那个天堂与地狱里面 第101节所描述的 主降临以前 作为天堂之根基的人类 已经败坏了 以逐渐损害乃至摧毁了神 设立的次序 导致天堂所依赖的神圣人性 以不足以维系万有 我们知道所有天堂上的天使 都是从人来的 你这一生过得 丰满 灵性 十足 能够比较好的比较深刻的理解 神的旨意 而且这一辈子就按照你所理解的 信仰的真理 和来自主的仁爱去 去生活 去知道自己的生命的人 他就能上天堂 但是认为 因为整个人类已经坏坏了 这个天堂的根基已经 已经没法维系了 所以呢 神需要降师为人 道成肉身 来 他来拯救人类 来重新建立 天堂与人之间的联系 这个秩序 所以他从母亲生而为人 为拯救人类 而承受严酷的试探 主从他的属天圣爱 为全人类人类而战 主的爱是救赎人类之爱 通过允许试探进入自己 主独自对抗全部的地狱 在主经历了超过所有人的最凶狠 最严酷的试探后 他战胜了试探 独自成就了公义和荣耀 经由试探 主将他的神性与他的人性统一 并服役最后者神性 就像他使人通过试探成就灵性一样 他彻底征服地狱 并使他的人性神性化 从而使那里的一切 同天堂里的一切一样 变得有序 同时荣耀了他的人性 从而使得愿意跟从他的人 能与天堂沟通 不断地生化灵性 最终得享天堂的福乐 在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创造主 从天到成肉身 经历试探 和我们这个一个一个追随他的人 信主的人 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受试探 似乎有一些相似性 主都要来经历试探 来重新恢复天堂与人间 这种沟通这种联系 这种秩序 而我们本身就是一种 具有败坏的 我们的灵性也罢 我们的人性也罢 我们的肉体也罢 都实际上除了罪恶 除了这个邪恶 一无所有 这样的人显然也必须经由试探 被读提升 这个使得我们才能够 这个进一步的 灵性往前走的这种可能性 最后呢 我说两句 这个我自己的感觉 读了这一章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天机不可泄露 泄露天机的会有麻烦 我的感觉啊 瑞公写这本书的时候 可以说泄露了天机 当然是主耶稣让他到天堂 反复地这样到天堂到灵界 进行探访 然后感受到了许多 我们不能感受到的东西 把它写下来 但是呢正因为他揭露了 如此重大的天堂的这种秘密 他要经历的邪力的攻击 那就可能 比我们这些人要严重的多 那邪灵呢 对他可以说简直恨之入骨 必欲杀之而后快 他必然经历了许多 我相信啊 我想象虽然是想象 但是我相信 他经历了不止一次的试探 在我读这一章的时候 我觉得他写这一章的试探的时候 可能他也正在经历着 非同寻常的试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这一章的结构 从那个结构里面推测 因为这一章的前半部和后半部 几乎是在重复内容 而且在许多段落里面显示出 显露出的一些逻辑啊 不像前面那些章节那样的严谨 尤其是到了最后讲述 主耶稣承受的试探的时候 更显得有些杂乱重复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觉 不一定正确 也许完全是错误的 如果是错误的 大家咱们争论咱们上去 不希望影响大家的这个看法 好 让我们一起做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创造了这风风美美的世界 又赐予我们一颗寻求你的心灵 为了拯救这有限有罪又悖逆的人 你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给人间树立了无人可比的最高人格典范 带来了永恒的救赎 多少人因为信从耶稣基督 而获得了丰盛的生命 享受了恩典丰富的人生 主啊我们赞美你 全能的主 世上的邪灵常常诱惑我们邪恶的本性 来成为他的同党 主啊请你引领我们面对每一天的挑战 使我们不治衰倒 求你引领我们走在你的异路上 求你的爱和鞭策 激励与恩典每一时刻笼罩着我们 使我们的所作所为能荣耀你的无上荣光的大名 感谢赞美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现在我把这个录我停一下 不录了 停下来 谢谢大家